就是你已经用一个觉悟的态度 在面对一切人事物 你把我放下了 你的我值放下了 你的星量就是心包太虚 量周杀戒 当你的星量扩宽 我值放下 你看地址归每一句经文 凡事人皆虚爱 凡事物也皆虚爱 主位同修 当一个人的星量到这种境界的时候 请教一下 他是在六道轮回 还是在一针法界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学佛之后 又在佛法当中身分别执着 刚刚邵老师 有提到两句经文 主位同修 您假如注意去细细看这两句经文 这两句话 是老和尚在《华言经》当中 屡屡提到的两个修行最重要的关键 叫做解形 相应 老和尚在《华言经》 这个书抄里面 最常引出两句话 叫做 有解无形 增长斜见 这一句话就是地址规里面讲的 不立行 但学吻 就是有解无形 长浮华 存何人 长浮华的人脑里面的知见 对不对 都是一堆邪知邪见 《华言经》书抄第二句 但立行 第二句是 有形无解 增长无明 有形无解 就是但立行 不学文 任己见 就朝着自己的想法 硬干 也不管对自己 对别人有没有好处 就一意孤行 就是无明 愚痴 所以就是任己见 魅力真 所以诸位同修 万万不可 生分别 万万不可 小看地址规里面的教诲 地址规的教诲 绝对 会让你印证 老和尚的一句话 叫做 一精通 一切精通 老和尚说的 这一精 绝对不是只有指佛经 只要是掌握 圣贤刚领的一本经典 您真正立身行道 把它做彻底了 都可以圆成佛道 可以圆成佛道 相信说到这边 诸位同修 一定还有很多人 不见得能接受 我们来看一下 敬中学人 最重要的一个科目 在我们无量寿经 第二品 开头叫 贤共尊修 得尊普贤第二 经文里面提到 贤共尊修 普贤 大势之斗 诸位同修 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 什么时候 修普贤行 什么时候 这个是要深深思考的问题 佛陀 在华言经有一句 非常重要的开示 经文提到 一切众生 皆有 如来 智慧 得相 所以敬中学人 这个信愿行 投一个信 这位同修 要信谁 要信谁 要信自己 本来是否 本觉 本有 我们这个信根 要扎下去 这个道业 才开始发芽 所以弟子归说的 物质报 物质气 圣与贤 可寻知 不要看不起自己 我们只要精进不屑 一定可以 成圣 成贤 但是弟子归说的 可寻知 虽然 我们本来是否 但是现在 不得 受用 就好像 太阳明明发出光芒 但是乌云 密布 这个光 没有减一丝一毫 只是 拖不出来 被乌云盖住了 所以必须 寻知 必须 对峙我们的 过去生的烦恼习气 才能让它 拨云 怎么样 见日 这个云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要拨云 总要了解 云是什么 接着佛陀 接续第一句话 把这个问题点 同时点出来 虽有智慧得相 但应 妄想 执着 而不能正德 其实妄想 执着 也包含 分别 在里面 所以修行 最最要对峙的 就是 妄想 分别 执着 我们都清清楚楚了 我们才知道 从哪里下手 就从我们的分别 执着 下手 那我们现在经文说 贤共尊修 普贤 大事之德 主位同修 是不是 往生之后 再来修 普贤行 先去再说 去了我就会 普贤行 就好像 我们这个孩子 一直在成长 你也没有给他 好的东西 每天都想着 算命先生说 我儿子18岁 就会变得很懂事 现在不用懂事 18岁 马上翻过去 变懂事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 我们说 做任何事 最好的状态叫什么 叫做水到 渠成 我们这样去处事 待人接物 那是最痛快 不要去攀缘 不要去强求 所以今天 诸位同修 你在当下 就全心全意 落实普贤行 不要去分别 这个西方 喜乐世界的这些菩萨 每天都跟阿弥陀佛说 阿弥陀佛 这个普贤行者 就在娑婆界 你啥时候去接他呢 我们都希望 赶快把他接回来 那你还担心 不能往生吗 有这么多诸上善人 都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你时时刻刻 都在力行 普贤行 而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普贤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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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